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蜜耀招派 每天分享 使用戴下蜜耀招 玻璃瓶罐相信很多家里都有 平时也会这样利用起来 其实玻璃瓶罐在生活中还有这几个用途 相信很多朋友都没有想到 给一个视频来了解一下吧 第一 可以利用玻璃瓶罐用来收纳针线也是非常不错的 首先准备一个摆结布 按照瓶盖的大小 给它修剪一下就可以了 接下来首先将摆结布边缘稍微修准一下 随后直接利用双面胶粘在壳盖上 撕去双面胶的外皮 再将摆结布粘上去 这样就可以用来收纳加了一些针了 直接将针的全部粘上去就可以了 针全部收纳好之后就是这个样子了 非常整齐再也不用担心会领装的 同样不会被家中小朋友找到 那么空的玻璃罐也不要扔掉了 可以用来收纳一些线团以及针扣 全部放进去 这样一个收纳针线的神迹就制作完成 非常简单哦 下次找的时候也是更加方便的 大家下次可以尝试一下哦 第二 玻璃瓶罐还可以用来披烂剥大蒜 直接将大蒜全部放入到玻璃瓶中 随后用力的让它摇晃两分钟 用大蒜以及瓶密撞击 让大蒜瓶轻松脱落哦 摇晃差不多了 大家可以看到 里面的大蒜瓶以及大蒜粒充分的分离开了 接下来直接将大蒜粒全部捡起来就可以拿去下锅烹饪了 非常简单使用哦 玻璃瓶罐第三个妙用 还可以用来收纳一些粗粮干货哦 像平时家里粗粮干货装在塑料袋子里面很容易受勺生存 这个时候就可以直接将所有粗粮干货全部装进玻璃瓶中哦 将一些粗粮干货呢 全部装入到玻璃瓶罐中 因为呢 玻璃瓶罐它的材质也是比较环保的 同样密封性也是非常好的 使用它来收纳粮干货再也不用担心 这些干货会受勺生存的非常不错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哦 第四 还可以准备一只非常好看的棉袜罐 然后呢 直接包裹住玻璃瓶罐 这样呢 就可以用来制作一个花瓶也是非常不错的哦 插上自己喜欢的干花甲花呢也是非常不错的 放在家里任何一个地方呢都可以用来添加色彩 同样呢 根本不用担心玻璃瓶会摔碎 另外呢 棉袜可以更好的保护 这样呢 一个花瓶呢非常有个气 大家下次可以尝试一下哦 玻璃瓶罐放在生活中的妙用 大家都喜欢的吗 是不是非常简单使用的 这样呢 每天学习一些小知识呢 也是非常不错的干江视频转推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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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